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提起教师 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 在这个男生里面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最漂亮的女老师 那个老师我是很喜欢的 但是可是恰恰我喜欢的时候 那个老师下岗 然后他就成为 我的人生当中遇到的英语老师当中 最漂亮的 讲课讲得最好的 就是他 最坚持的一个人 古人的教育 教育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早起床 洗衣服 爱别人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做不到 光说好的教育 其实他没有想 或者他也没法知道 到底什么叫好 这好是哪好 教育应该是什么模样 请收看本期东边西边 因为是教师节嘛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朋友 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 自己读书时候的教师节 那今天我们不是聊给老师 怎么样送礼物这件事情 我们想请两位嘉宾 给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你们以往的人生生涯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 特别难忘的学校经历 或者是跟老师之间发生的故事 老师见过的太多了 懂不懂我们就说最难忘 其实这都很难 这都没有最 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 是我中学的时候一位老师 他是一个什么呢 他是一个美术老师 但是为什么难忘呢 因为我上中学 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 我们现在就叫应试教育 我这个年龄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正好开始应试教育了 这时候本来我上中学 音乐美术都是很棒的 但是因为应试教育 所以这些就没用了 没用了 那么音乐老师 美术老师的课就停了 那么这个美术老师就失业了 失业了 没事了 就把他的包括那些什么石膏 什么那些画 什么那些 还有人体骨架的 那个很棒的一个中学 有这么多东西 都放到地下室 然后这个老师自己 也天天就坐在地下室里 百无聊赖 就是这么一个被淘汰的 被时代给淘汰这么一个老师 我当时就跟他比较熟 我一边复习 什么考试应试 同时有时候就去找找这个老师 他自己反正也没事 往来也比较怎么说 实际上也是挫折 也是失落 然后自己喝点酒 什么 我有时候还拿个茶杯 去给他打酒回来 然后他有时候就是自己唱唱歌 然后在地下室里 反正也没人知道 然后看看画什么的 就是那么一个老师 这个给我一个印象非常深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老师给你印象深 因为是蛮有趣 就是因为当时他 实际上是当时把这些 所谓的这些音乐美术 没用的课停了 就大家集中去开始学 这个数理画什么的 因为开始转入那个考试 我恰恰觉得 因为我就是在那个地方 在拼命的在复习一天 越是这时候 我有时候突然有一点时间了 松一口气 我到他那去 我就觉得 这时候我才感觉到 这个艺术这种美好 这种感觉 因为那个地下室 黑了乎东的光线 也是也不清楚 是一个小灯 然后那些石膏像 那些什么 那些破旧的那些油画 那些还有一台破钢琴 说是一百多年 见的都不准了 那个老师有时候还弹两曲 他还用那种老的美声唱法 唱两曲 就是这时候我感觉到 这种艺术给我的感觉 特别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 对我后来这方面的兴趣 各方面就有很大影响 后来这个老师 也没什么不了了 完了就最后 他一直长期就没什么事了 后来就也退休了 退休了好像办过几年班 教小孩 还正好我姐的孩子 后来他还教过 就是教小孩画画 这个就是最后就是很一般的 所以是一个被忽略的 或者甚至是被埋没的 一个老师的故事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 没有教师节的概念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很早 教师节很晚 没有教师节的概念 这是第一个概念 刚才余昌佳 你说没有罪 我体会是有罪的 在这个男生里边 印象最深的 应该是最漂亮的女老师 还有就是踢足球 踢得好的体育老师 你要看看那个 有一个意大利的电影 西西里美丽的传说 对不对 那个里边那个老师 莫妮卡 对那个男孩 影响是终身的 是不是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 因为我们碰的是文革 文革期间 我就被送回农村 在农村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副转军人 周老师 身材笔挺 他到我们学校 那个学校 全村的这个媳妇 婆娘都喜欢他 我们对他也很崇拜 就是我印象很深 若干年之后 我离开那个老家 很多年之后 几十年之后 我再去拜访他的时候 那个镜头差距就大 心中有个愿望 有个伟大的 伟大的印象 记忆 你再看的时候 往往会让你失望 从戏台后面走出来 怎么搞的 又爱又瘦又小 又在那唱戏 画了一脸的 画 你觉得非常可笑 但是你是有印象的 因为老师在你心目当中的 所有行为 给你的记忆太深刻了 因为你心里崇尚它 所以您刚刚讲到 这个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其中有一个镜头 就是他从众多男孩面前 走过 很妖娆地走过 我觉得那个镜头 这堪称电影界的经典 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就遇到过一个英语老师 因为我们是初一 才开始学英语的 就比较晚 当时那个老师 他是从 应该他们都是去机场实习的 他学的是英语 不是英语教育 因为缺英语老师 所以整个一批 全都派到学校去当老师 所以他们内心 是非常的不服气的 所以他每天 就跟同事一起练什么 练那个扔粉笔头 他为什么不服气 因为最开始 他觉得他是一个空姐 但是由于政策的原因 他当不了空姐了 他人生的 对 人生的轨迹都改变了 所以在很短暂的时间内 是需要去适应的 所以他们就练扔粉笔头 看谁准 后来他发现 他的命运 已经成为一个人民教师了 那么他就应该 好好地成为一个人民教师 然后他就成为 我的人生当中 遇到的英语老师当中 最漂亮的 讲课讲得最好的 就是他 最坚持的一个人 当然也很遗憾的 就是像您刚刚说的 也许我们小的时候 对老师都是仰望的 当你再回头看的时候 就发现 比如说他整个的气场 又弱了 他没有年轻的时候 那么漂亮了 他的坚持可能也动摇了 因为已经 二三十年过去了 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印象 对 这不同阶段 可能也不一样 像你刚才说 哪个老师 比如影响 我其实刚才 我讲的一个老师 就是那个老师 我是很喜欢的 但是可是恰恰我喜欢的时候 那个老师下岗 那我后来的学的 说心的话 我没有一个喜欢的 我就是咬牙学的 我本来我是理科非常好 最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一种恶作剧的心理 就是我到最后高考之前 我突然改要改文科 造成我后来的理科老师 都不理我 上大学我回去 他都不理我 就是说都全闹翻了 就是这里边 我是觉得人在不同阶段 包括一个孩子 实际上他成长过程中 这个 怎么说呢 是很复杂 就是孩子本身是个主体 他是个自由意志的主体 我觉得我们老师和他这个关系 真的还不是简单的 就是我教啊 什么怎么样子 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可能不同的时代 或者一个人的不同的阶段 老师以及你跟老师的关系 可能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那我想回过来问一下 如果你想问一下你的学生 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你的话 你希望学生怎么形容你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师 我相信他们在跟我在一块 就是说能感觉到 感觉到更 在思想啊 在各方面 能感觉到受启发 你感觉到更自由 更有更多的潜力能发挥 是这样的 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不一定做到 我这是理想的状态 我们怀念学生时代 但是提起学校与老师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感恩 不如社会才发现 学校里学到的许多东西 大抵失灵 甚至有些人还要被迫重新建立价值观 那么好的教育应该是什么模样的 请继续收看 那从我们自己长大 到我们接触老师 还有我们现在孩子送到学校 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 我们经常啊 很多家长是关心孩子的学分 把这个老师能不能把我孩子的学分拉起来 我更关注的是 老师能不能给我孩子的品德有影响 另外这个老师懂得不懂得爱 如果一个老师懂得爱孩子 他的教育就有意义 有三部电影 第一部放牛班的春天 可以去看一看 那是著名的 一个秃头 连寡妇都把他淘汰了 这么一个老男人 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 居然他能把很坏的孩子 就我们认为很坏的孩子 就在那个教化学校的孩子 培养出优秀的钢琴师和音乐奖 去看一看 你再看还有日本有个电影 叫北方的金丝雀 她是黎原小借演的 她是一个作风有问题的女人 全村的老少都鄙视她 但是他把家里留守的七个孩子 培养成非常优秀的日本的什么工程师 还有大学博士毕业的就这种人 第三个片子是加拿大的 拉扎老师 拉扎老师他是个逃犯 他不是逃犯 他是个政治犯 他没有工作 刚好一个学校缺一个人 他就去应聘 他完全是跨行跨职业 但是他把全班的孩子带动得非常的好 那这三个片子最后就统一的有一点 他们都是外行 但是为什么能把孩子教得那么好 就是爱 他们爱孩子 爱孩子 爱这个行业 孩子被感动 在这个里边 人的那个爱会激发很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学校里 应该更加注重的是 老师应该爱孩子 爱生命 孩子应该懂得爱 同时又懂得逆向思维的爱 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们非常缺失的一点 应该让孩子在成长的观众 我们讲到的是德制体 首先是这个德 下面才是智力和体育 那你这个德在哪里呢 很多学校的表现有吗 就比较少吗 如果你看看西方一些国家 他们的教育 他们跟那个家长的互动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现在听说也挺密切的 我没感觉到 是吗 比如说要把作业 发到家长的手机上 对 就是老师上课的时候 带孩子们玩 下课了以后 家长带孩子 真的是错乱 那是 这就是老师干了家长要干的事 家长去干老师干的事 那是整个搞法了 我们的教育 就是说现在还是 说好了叫知识教育 好像还是以灌输一些知识 实际上教育的核心 应该是人格 人文 精神 包括这个还有一些 包括他的反思能力 包括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 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就缺 我们缺很多 就是像逻辑思维 我觉得我们缺 比如我们从小太多的 去弄那些什么诗词歌赋的 但是反而缺少一些 逻辑性的这个思考 那么所以说 我们一直人到成年了 就是老分不清楚一件事情 我用理性上去认知它 和这个把它诗化 浪漫化 文学化 就这些这都混在一块 可是像逻辑思维的建立 它到底属于家长该培养的范畴 还是学校的范畴 这个蛮有意思 这个是实际上真正人的合理性的思考 对于理性的思维 实际是来自生活 你光学书本 书本它没有 实际是生活的逻辑性 就是如果它日常生活中 事情都是毫无逻辑 都是混乱无厘头的 确实很难有逻辑性 所以实际上那么你一个学校教育 绝不仅仅是教课的内容 包括你的基本管理 包括你一个教室的安排 包括你教学楼的样式 实际上我们经常说 教学楼就是最重要的教具 每天学生上楼梯 看这个楼的样子 就在培养他的审美和他的逻辑 比如你的学校里 基本的设施的安排 这是非常强的合理性 如果你本身就不合理 他学生一直在这个地方很难受 他这么也不方便 也不敢提 提了也没用 这个逻辑性就影响 我举这个例子 它实际上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 那么还有就是说 但是我想说 现在我们这个原因 就这些其实我相信谁都懂 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教育 这个已经就是该怎么样好 实际上谁都知道 可能这个原因还在于 这个应试教育这个问题 就是必须看分数 对 你说的话就没有用 我就看你分数 有这么一个应试教育 这么一个大的逻辑在后边 你那些就是都没用 碾压 因为现在就说白了 你那些东西再好 最后如果考不上个好的学校 又怎么怎么样 最后影响它的实质性的将来未来 所以这一个逻辑 把别的全给排斥掉了 所以谁都知道应该怎么样 什么小孩人格应该怎么样 心理应该怎么样 但是最后还是衡水 还是什么这套逻辑 我觉得今天上午我们其实我就是参加一个 就是那个思辨大赛 就我们想改变那个辩论赛那种逻辑 把它改成那个思辨大赛 但是大家都感觉到就是说 这套东西越是理想化的 刚才我们谈的 没标准了 在我们现在这个应试大的逻辑之下 都不好使 你这些东西 应试教育是个相对比较公平的 它有标准 而且它直接关乎每个人的现实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太硬了 我的那个孩子 怎么打破这个 送到了万科双语学校 有的朋友跟我聊一下就问 为什么你把它送到万科双语学校 我的体会是这样 一个孩子他有教育就是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成人 一个就是成才 所谓成才就是专业机构的人 比如说我是马农 我的计算机非常好 我是数学家 我的什么卷积 这些什么拉布拉斯变换 我非常清楚 我作为数学家 但我说的成人是什么 就你这个人格 品行 体力 健康程度 对别人的理解 对一个孩子的成人 我认为 一个孩子只要成人 你懂得爱懂得被爱 哪怕你进入长大 就是一个拉板车的 你也会幸福 你会快乐 如果你不懂得爱 没有人文的建设 没有人格的建设 你心里是扭曲的 你就有很高的分数 那可能你当了博士 哪天从楼上跳下来 抑郁了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对孩子的教育 到底是成人还是成才 我是希望一个人 一定要成人 那个才 你不用担心的 只要你这个人 有好的习惯 忠诚 诚实 认真 每天 他的成才是自然的 现在特别是大数据 未来你说 你要什么知识 从你的电脑库掉不出来 都掉出来的 但是你找到一个 相对人格比较健全的人 有毅力 顽强 能克服困难 心里边有比较 比较健康的人 这才是一件比较难的事 这个本来就是 实际上教育 其实就是不管是什么 现在叫大学教育 还是中学教育 一般的教育 本来应该就是这样 就是要以成人为基础 然后那些其他的那些技能什么的 是在他这个之上的 就好像是操作系统上面 这个应用软件 但是在现实中就不能那样 就说得不清楚 就卡到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说 你比如像知识这些东西 其实更重要的 不是他现在学了什么 而是他要对知识感兴趣 他有好奇 他热爱这个知识等等 就是说他知道怎么样获取知识 他只要是有这种冲动 获取知识现在不是问题 但是恰恰 就我说现在在这种应识教育 或者是这种情况下 恰恰就是反过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家长有能力 将孩子送到国外念书 国外的教育与国内究竟有何不同 现如今 国内也越来越多的私立学校 全面培养孩子的得志美 这对国内教育 会带来什么样的趋势呢 请继续收看 那么如果有的选择 可能有很多家长说 我不如把孩子送到国外吧 接受一个完全不同的 这个体制的教育 在这方面 这个周老师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经验 在选择当中呢 我们首先是 孩子它是一个肉体嘛 首先肉体的生活 你要选择一个空气好 水好 食物安全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希望他的身边的人文 还有他的社会安全 另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呢 应该有陌生人的微笑 因为我的孩子是把他 就是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的原因呢 我还希望他上那个私立小学 我怕去私属小学 或者私人机构的学校 要比公立小学要好 他好在哪里 就跟我们私企和国企一样 私企是野猫嘛 你必须要自己找食吃的嘛 对不对 国企是家猫嘛 家猫就是我汉老宝收嘛 汉老宝收就培养了人心的恶 如果你是私企 你自己是野猫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努力 所以呢 往往我们现在发现 现在国内也有一些 股份制的学校 还有一些私人班的学校 他们也在崛起 他对我们的公立学校是个挑战 那如果有可能的话 如果有可能 我肯定愿意把孩子送来一个 不但能够有学习好 而且人文好的 特别你注意啊 这个私属学校和私企学校 他还对你孩子的 八小时以外的生活有关注 他会跟家长沟通 他会给你来往 一般公立学校 就你的学分下学以后 就是你的事了 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 教育是一个时间不等人的事 教育 如果一个小孩的话 他就是每年都在长 教育不能说 我等一等 等到社会改变了 优化了 当然我们一方面要努力 就是刚才我说 各种方式 我们来努力 让社会 我们的教育尽量的 让它好转 让它往更优化 就是说 但是你具体到每个家庭 每个孩子你等不及 这是不能等 生命不等 所以他时间不等人 那么怎么弄呢 就是一时改变不了社会 那就改变自己 就是赶紧送到 这个认为好的地方 但我倒是觉得 现在在出国 就说到具体到 出国留学这个时上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绝大部分家长 虽然只是笼统的一个概念 认为国外教育好 而且国外特指 就是发达国家 实际上指的是 因为什么都叫国外 名牌大学 也叫国外 非洲也是国外 实际上大家想象中 是欧美的 这些发达国家的学校 哈佛县桥这些一流的 但我觉得大部分家长 确实是 他实际上光说好的教育 其实他没有想 或者他也没法知道 到底什么叫好 这好是哪好 所以实际上 咱们现在留学中 其实出现了不少问题 就是说 这个这里边 包括什么年龄出去 包括他以个什么方式 还有一个到当地去 到底怎么去学习 这不是说送到那儿就完了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 就是说这个留学也要 就像在国内一样 它也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这个孩子到那个地方 不要简单地指望说 到那儿留学 就这所好学校 我上这所学校 将来我就能 什么成龙 还是成经 不是那样 实际上去留学的过程 是一个跨文化 跨社会的一个 综合的学习体验的过程 所以你要有一个 主动学习的态度 你这个孩子在出国之前 或者什么时候 像养成学习的习惯 尤其是跨文化 跨这种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等等 要有一定的准备 那么这时候出去以后 也不仅仅是在那儿上那个学 因为为什么 你会觉得那个地方学校好 是因为它整个社会 它有很多其他的优点 才能促成 它学校是它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留学过程 也应该拿出相当多的精力 去主动地去了解那个社会 了解那社会的 不是光学校里 是其他方面 刚才他谈了一个就是 我们把孩子送到国外 或者送到一些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 它好在哪里 就是你家长要清楚好在哪里 那我举个例子 我感受到的好 你看我每次去学校门口 接我的孩子的时候 你看看所有的家长 迎接孩子充满着喜悦 孩子见到爸爸妈妈 享受着爸爸妈妈那种溺爱 随手就走了 但是我要求我的孩子 每次走的时候 一定要给保安 给老师 say拜拜 一定要说拜拜 心里边始终要有他人 但是我观察了很多的家长 就是我自己爱孩子 我的孩子就是小皇帝 你看每天在那群里发的 就把自己的孩子夸上天了 但他不懂得培养孩子 怎么爱别人 人都是天生自私的 自爱是本能 而培养孩子爱别人 是非常重要的 我举个例子 我去日本 有天下午 我路过一个山坡 太阳西下 风景优美 大概有一个班里有二十多个孩子 在那写生 画画 日本的孩子 看上也就十二三岁 做了一排 男孩女孩 我走过去的时候 第一个孩子站起来 说你好 扁个头 去个宫坐下来 我也说你好 很正常 你走到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又站起来 第三个 第四个 我走完这一排下 因为它分散的 我心里面感到震撼 我说我们的国家 如果我有一天走在一片土地上 有那么十几个孩子 能在你走的过程上 能给你站起来 说你好 那我们国家的软实力 有多伟大 所以你说的好在哪里 我告诉你 我的好感觉就是这个好 就是不同 它渗入人心 我们讲一个国家的伟大 是每个人都伟大 人民的伟大 是个人 个个都伟大 是这么一个概念 你看那个 我们国家有一个总理 有一次出国 出国他上卫生间 就听到那个卫生间 就隔壁那个 隔离层 就叮嘱咚咚咚咚 在弄那个马桶 他就说这谁弄这么烦 弄了很长时间 他就有兴趣去看一看 他把门一打开 就是一个 就是八九岁的孩子 七八岁的孩子 因为那个马桶不冲水 那孩子在弄那个马桶 他一定要他冲水 你说 你说这种教育的植物 是不是在骨头里 是不是在血液当中 那好 如果我们的孩子 一百个孩子当中 有几个孩子 能这么认真的 就是你马桶 没有把我的大小便冲干净 我就不走 我就一定要把他 不离开这里 你想想 所以你刚才问什么好 我回答你 这就是我的好 我感觉到我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就应该做到这种的好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在这些除了应试教育之外的很多领域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觉得这样是好 可能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 他可能是六十分 我们在我们国家可能是一百分 就他们认为把你的个人的东西收拾干净 这个是基本要求 在我们这成为perfect 最高要求 对 所以这就导致尤其是出国的孩子 他就会有两套标准 比如他在国外跟其他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外国同学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严格要求 你不但是这个教育 教育的这种行为规范 其实行为规范按我们旧式的中国是比较明确的 但现在被我们这些家长给宠坏了 再一个你看看国外的教育和中国还有哪个区别 我那个朋友的孩子去加拿大学习三年级的学生 小学三年级 老师居然在暑期作业布置了这样一道题 说你和你的男同学同时爱上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 你怎么处理你和你男同学的关系 你说一个三岁的小学能提出一个老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说我们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就我们的思考和我们的行为规范就差得很远 我们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 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目前仅仅追求那种学分制 我的孩子能考上清华伟大 这是非常low的 这不是伟大 这非常low的 你的孩子能不能帮助他人 有没有社会责任感 你再看看那个非诚勿扰 对不对 那次有一个三个女孩同时看上一个从哈佛毕业的一个男孩 男孩就提了一个问题 说假设你们每个人手上有一千万的美金 你们要干什么 第一个就说我要给我妈买套房 第二个我要存起来 第三个我要做生意 他把三个全否定了 他说我们哈佛大学的教育就是一定要得是有社会的责任感 为什么你拿了一千万的美金 没有想到我应该捐赠一个学校的基金 捐赠一个福利院或者帮助一个医院 为什么又帮助他人呢 这是我们最大的教育缺失 也就是爱他人 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 如果你看我们古人的教育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早起床洗衣服爱别人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做不到 我们攀的就是那个分 而且是无限制的 无底线的对自己孩子的溺爱 这里边是教育 就实际上教育不是全能的 尤其我们说学校教育 正规教育它不是全能的 所以你看咱们说古代的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蛮有趣 就是那条四书五经 但是他培养出来的人 最后也能出曾国藩 也能出什么后来那些 什么这个科学家 什么也能出 实际上就是说 特别这种学校教育 实际上他就是教你一部分 很关键的很基础的 因为他资源也是有限的 这个没学到 不是学校教不教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的学校 不管是叫应试 叫分什么 就是一件事情把你时间全占了 本来这件事情可以有 但是应该就占你 比如五分之一的时间 你还有五分之四的时间 根据自己的兴趣 或者将来的工作 去学各自学各自的东西 本来是这样子 时间 可是我们现在就是一件事 把所有时间精力全占了以后 你没有时间去学其他的 那些东西本来学校也没法经过 是应该你自己用自己的时间 根据你的兴趣去学 所以其实教育真的不是一个人 在某一个学校受某一个老师的影响 其实他真的是一生的 而且他 经历无数风雨 但从未退缩 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 屹立在世界上